歡迎收聽《星期二》到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4月8日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記得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在英國駐德國柏林大使館工作的一名保安人員 涉嫌替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遭到逮捕 被控違反《官方保密法》的九項罪名 目前正準備引渡英國受審 這位在英國駐柏林大使館工作的57歲保安人員David Smith 涉嫌替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 他被指控在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之間 是幫俄羅斯搜集情報 消息指這名57歲的保安人員 他發送給俄羅斯的文件就不是機密級數 只是包含一些進出大使館的英國官員 姓名等等的資料 這名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罪的David Smith 是來自蘇格蘭 其實他在去年8月就遭到拘捕 而倫敦警察廳最近聲明表示 這位David Smith就是違反了官方保密法9項罪名 在去年8月被拘捕後一直被關押在德國 目前準備引渡倫敦受審 預計是在這個月就會在西敏寺地方法院出庭 這位David Smith過去曾經在蘇格蘭航空公司工作 在16年前搬到德國居住 英國皇家檢控署特別犯罪及反恐部隊負責 法律人Nick Price表示 David Smith違反罪名包括 7項收集信息 並將它們發給俄羅斯當局 1項試圖通信 1項試圖提供信息給俄羅斯官方人員罪名 合共9項罪名 另一方面 英國傳媒報導 英國國防部正是研究向穆克蘭運送裝甲車的計劃 目前考慮援助奧犬防護巡邏車和柴狼裝甲車 是替穆克蘭軍隊做偵查或遠程巡邏任務 英國國防部消息人員透露 這些車輛將會被移除敏感設備 才會送往穆克蘭的鄰國進行車輛使用訓練 報導說英國可能在未來幾天宣布進一步的軍事援助 包括反坦克和防空飛彈等等 接下來跟大家報導一下英國疫情的最新數字 截至4月7日為止 過去7天合共有361,774人確診 比在上7天大幅下跌了32.4% 不過死亡個案繼續上升 截至4月7日過去7天合共有1,319人死亡 是比在上7天上升20.2% 而入院數字方面上升 截至4月3日為止 過去7天合共有16,496人入院 是比在上7天回升2.7% 下一則新聞 Uber宣布在英國地區擴展服務 例如使用者可以直接透過Uber App 預訂轉乘火車票、巴士票 或者飛機的機票 甚至是銜接各地的車輛租借服務 Uber 進一步與英國火車訂票服務整合 令使用者能透過Uber App 安排行程規劃 同時也能直接安排後續限接火車的轉乘時間 關於這類的合作 Uber 將會針對每一筆的車票訂單 進行一定比例的抽擁 除了火車票之外 Uber 還計劃與往返英吉利海峽的 歐洲智星合作 令用者可以乘搭Uber 之餘 同時可以安排乘搭歐洲智星火車 前往法國巴黎、荷蘭、阿姆斯特丹 或比利時布魯塞爾等歐洲內陸地區 甚至跟進一步與飛機、酒店等旅遊行業合作 去實現Uber 現在提倡的Door to Door 門對門出行體驗 類似的應用模式 Uber 之前就已經在他們的App 內 整合租借滑板車、單車或電動機車的使用服務 而Airbnb 的App 其實都已經是 整合當地交通、娛樂等門票訂購服務 透過在單一的App 內整合更多服務項目 令消費者能夠更方便地完成一站式消費行為 Uber 預期會在英國累積更多的推行經驗後 就會持續地將這類服務模式 複製到全球更多的市場 下177 新聞 英國最大按揭貸款機構哈利法克斯的最新數據顯示 英國三月的房價指數按月升幅高達1.4% 而平均房價已經升到282,753英鎊 比起兩年前疫情爆發時 升了43,577英鎊 連續8個月創紀錄新高 而今次的按月升幅也是過去半年以來最高 而按年升幅就是11% 是僅次於2007年6月的高位 當時的升幅按年11.9% 而英國西南部已經超過了威爾士 成為英國房價通脹最強勁的地區 今年3月房價按年升了14.6% 去到平均298,162英鎊 這個升幅是2004年9月以來的最高升幅 而威爾士地區的樓價仍然高期 今年3月房價升幅按年增長了14.1% 而威爾士的平均樓價就是211,942英鎊 是創了最高的記錄 而北愛爾蘭地區方面 樓價按年增長是13% 北愛爾蘭的平均樓價是177,265英鎊 以蘇格蘭的樓價也是按年升了8.2% 平均樓價是194,621英鎊 也是創了一個高的記錄 其他地區方面 英國東南部的升幅比較大 3月份的樓價按年增長11.6% 平均樓價是385,790英鎊 英國東南部的平均樓價比去年升了40,177英鎊 是倫敦以外的首個英國地區 在短短的一年內 那個平均樓價是升了超過40,000英鎊 而倫敦地區的樓價 在今年3月按年增加了5.9% 平均樓價是534,977英鎊 下一則新聞 英國王家藝術學會 在今年3月底發表了一份最新報告 顯示英國有不少民眾 還未準備好迎接 完全淘汰現金的未來 這份被命名為現金普查的研究報告 檢視了英國人對現金和數碼支付的態度和行為 發現每5個英國人裡 就有一個人對無現金社會出現適應困難 人數是估計有1000萬人 另外也有接近三成受訪者表示 雖然可以應付無現金社會的生活方式 但仍然會覺得不方便 這次的研究發現 雖然目前主流是以數碼方式之符 但有一班英國人 他們可能是沒有銀行帳戶 沒有寬頻網絡 又或者不是用智能手機 這班人是越來越被邊緣化 很難去取得很多的社會服務或商品 甚至是禁錢拿現金 在現在網絡服務和數碼支付 越來越流行的情況下 有越來越多的英國銀行 是關閉了地區分行 在英國過去七年裡 就有超過4500間銀行的分行 是結束服務 以自動貴源機ATM也越來越少 這份報告也發現 跟三年前的另一份 調查現金需求的研究相比 即使數碼支付變得越來越流行 但是人口裡 需要依賴現金的比例 竟然沒有減少 這代表了 社會裡有一班弱勢社群 他們是很難受惠於數碼支付 有超過36%的受訪者表示 數碼支付令他們更難意識到自己花錢的情況 他又說會令更多人陷入債務危機 研究報告又指出 一個完全不使用現金的社會 公民之間的連結感可能會更弱 有一位50歲的被訪者表示 在聖達節時 他會給郵差或清潔工一些小費 請他們喝杯酒 但是如果沒有現金的話 他是做不到這件事 因為他沒有理由會叫對方 給他一個PayPal帳戶 今集節目時間又來到尾聲 最後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網告、 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 Patreon頻道 月輝散了我們 下集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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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